美国是全球为数不得的几个允许公民持有枪支的国家 在美国对枪支管控十分严格 持有枪支的资格需要审定 买枪也需要进行购买登记 申请购枪证 引力持枪证等等各种证件 想要用枪支狩猎 也要持有狩猎执照 总之合法持枪的规定很多 一旦违背其中的任何一条非法持枪 在美国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美国刑罚第128条第一款规定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清洁严重的除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各州对非法持有枪支也有各自的规定 根据纽约州法律 无论是否为美国公民 只要是非法持枪 最低刑期坐牢一年 最高坐牢15年 具体量刑和持枪目的有关 加州政府在这方面的管控更为严厉 在加州有四类人不准持有武器 一是和毒品沾边犯罪前科的人 不管有没有被判刑 都不能持有枪支 二是有重罪记录的人 刑罚超过一年以上的人 也不能持有枪支 三是有轻度犯罪记录 比如家暴殴打罪等 没有判刑也同样禁止持有枪支 最后一种是精神病患者 或有精神前科的人 还有未成年人 他们无法理智使用武器 这造成的后果也无法有效承担 他们被管控也就好理解 在美国 非法持有枪支 是没有任何辩护余地的 只要被查到就没得跑 轻的可能半年牢狱之苦 重的可达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一段时间 周立波因在美射毒被逮捕事件里 周立波就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命 其中最严重的犯罪行为是非法持有枪支罪 精神持枪才是对自己安全的最大责任